15米长的大型招牌半悬空横躺在路面上 招牌上方受到严重撞击 凹陷变形 照明灯脱落掉在一旁 双向道都被阻断 究竟发生什么事 花莲一间饭店周四上午十点多 在进行招牌更换工程 透过监视器回放可以看到 疑似因为吊挂不慎 招牌从七楼高从天而降 在吊车上作业的工人 见状赶紧向车尾跑去 甚至直接从车斗往下跳 没有人有受伤 那后续的赔偿我们会协调 吊车公司广告公司 还有我们饭店会尽力来协调 赔偿的问题 聆听在路边的白色交车被拨击 左后车门被撞凹板筋破裂 其他车辆的引擎盖上 尽管全是铁锈 但却幸运的躲过一劫 其实饭店今年一月才刚换新业者 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没想到换招牌发生意外 只是巧合的是 同一地点对面 2021年10月才有饭店 拆除不慎 整栋楼硬生倒塌 如今再传公安意外 在地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广告招牌它是未合法申请的 也没有申请到许可 依建筑法部分来做拆除 在申请路权之后 它应该在周边要做一个交管维护 因为它现场没有做 掉落招牌没有经过合法申请 最高可开罚20万 至于施工路权 业者没有依法做好交管 饭店 吊车跟广告业者 得共同面对后续责任 明镜需要赞伯 欢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Tiffany